为了推广台北市田园城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找来前市长黄大洲来分享经验 对于柯文哲追忆着北市的五大暗跑 黄大洲似乎是很满意 不过问到救国团包办北市一半的运动中心 被批评有独厚之嫌 柯文哲是轻松一对 拼田园城市政见 台北市长柯文哲请来前市长黄大洲分享田园经验 不过这位老市长怎么看这位才刚上任几个月 就追着北市五大暗跑的柯市长 柯文哲一脸为难 还要大家不要再问 毕竟要处理市政问题可不少 像是救国团包办北市一半的运动中心 被指称根本有独厚之嫌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舞弊什么没有 就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不用克税 所以他们的竞争力就比一般的民营共识强 那对我来讲是反正就招标啊 他就是价格比较好就是给救国团包嘛 给救国团做 他为什么他是可以免克税的 那这个要去问立法委呢不是问我 跟救国团相关的还有建坛活动中心 柯文哲也强调就是要发展逝林再生计划 但要怎么处理还要再谈 至于悠游卡推广普及化 柯文哲到坦言很担心 悠游卡它是一个很强的垄断力量 但是问题是悠游卡不是全部是工 悠游卡如果现在我们开始推下去 计程车也可以刷 夜市都可以刷什么都可以刷 悠游卡在一年内业绩可以 比现在还跳一倍以上 可是问题是赚出来的钱 一半如果是变成跑到民营去 这蛮有趣的 半公半民这个制度你知道 走下去恐怕有一点小 不是小小问题是大大的问题 提起悠游卡股权到底要怎么分配 柯文哲强调会好好研究 毕竟找来前市长黄大舟分享市政经验 就是希望能推动北市田园城市相关证件 不过市政问题一桩接着一桩 恐怕也让话题持续发酵 欢迎收看刘俊南吕佳恒 台北采访报导